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书浓缩成几百字的一些导读或者是要点速记 来方便一些追求效率和时间的人去阅读 那么如果说它有存在的理由 这理由是什么 如果说它有存在的一些问题 问题又包括哪些呢 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 在直播当中 您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 发送自己的一些看法 有机会获得门窗木墙五金专家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首先了解一下详细的背景 最近一款在线浓缩知识文库悄然走红 一套大不头的作品会被浓缩成 导读 要点速记 方法归纳等板块 网站会替你迅速概括好内容 一目了然 不少网友表示 这样的阅读节省了很多时间 但是有人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一页一页翻书通读的乐趣 再也找不回来了 浓缩书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市场上早已有知的古典小说 四大名著的精华本和缩写本 但是浓缩书无论是和原著相比 还是和精华本缩写本相比都完全不同 因为浓缩书已经不仅仅是减少字数和篇幅 取其精华进行缩写那么简单 而是把原著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总结 一本几十万次的图书经过浓缩之后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可能只有导读 要点速记 方法归纳等几百次的内容 这个就是最近比较昏迷的浓缩书 说得已经很清楚了 浓缩书 这个亚男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读书经历 就是从读浓缩书开始的 我的爸爸妈妈很喜欢 把读过的书最精华的部分超录下来 成为一本一本的读书笔记 我就是从读他们一本一本的读书笔记 开始我的这个读书历程 所以我从他们的这样一个浓缩书里 看到了很多优美的诗句 读了很多有哲疑的故事 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这些浓缩书其实并没有阻碍我去读原著 反而让我去在原著里面一探究竟 就比如说他们有画一个非常详烈的 一个《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图 那在我从六年级真正开始读《红楼梦》原著的时候 那我已经不需要去理顺这些人物关系了 这就是浓缩书给我带来的真相作用 所以我觉得浓缩书不是说只看浓缩书 或者说我们就不看原著了 它就像蛋糕店它推出了一款新的甜品 售货员跟你说你要不要尝一块尝一小块 那你可以试试看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味道不错 你可以把一整块蛋糕买回家细细品尝 如果你觉得这样就够了 这就是浓缩书和原著任君自选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紧跟时代的步伐的话 一个时代的这样子的一个产物 其实浓缩书的话不是说我们没有去关注它 它没有火它就不存在 其实它已经存在很久了 之所以的话没有这么红 是因为的话之前的话可能在这个整个的社会 就是发展的进步的这个我们这个观念还没有跟上它 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的话这个每天 现在的话我们说出版社的话 每天日以继续的每天都在出书 这个书就不过数量之巨大 已经不是我们普通人的话都能够去这个 去接受的 你如果现在的话去细读一本书 只要花的这样子一个巨大的时间 可能我们一生当中只能读几百本书 而有了浓缩书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在一天当中读几十本 十几本是肯定可以读得到的 而且会快速的去选择和自己三观一致的这样的书 和自己的话的目标一致的书 或者说我们说很功利的 我今天查这个书 我就是要找时间管理的内容 那好了 我把时间管理输入进去 他就给我推荐三本书 那这三本书看一下 有没有吸引我的这样子的观点 那有吸引我的观点的话 那好 我再细读这个书 如果没有吸引我的观点 这个书的话就与我可能是再也没有这个需要了 所以我觉得的浓缩书的话 是应和这个时代的发展 是现在年轻人的话 追求高效的这样子的一个必然的选择 所以的话 他现在越染指上 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他 李老师好像对这个浓缩书 有自己的一些保留看法 对对对 刚才亚南讲到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自己读书的例子 一个是蛋糕的例子 我觉得恰恰相反 他俩这两个例子都不能说明浓缩书 因为爸爸妈妈做的相当于摘抄 而不是浓缩书 浓缩书从意义上讲 从内容上来讲 跟摘抄都不完全一样 第二个呢 你吃蛋糕 我吃这一小块 亏斑健豹 我就知道整块蛋糕的味道 但是你浓缩书 我能说我看一个片段 我就知道整本书的意义所在 所有的内容 我都能够知道吗 恐怕不能 从这一题上讲 你这个 这种类比是不成立的 那刚才马老师也讲得很正确 非常正确的 就是迎合了当下 现在需要一种高效的时代 然后正因为是迎合 别忘了迎合 从某种意义上是包一词吗 我更倾向于它是一种中性词 迎合到过分的时候 它就是一种魅俗 我们这个时代 功利性的东西已经太多了 而我们更需要一说 扎扎实实地去做一点事情 年轻人也好 我们自己去做工作也好 都会发现说 我们需要大量的书 书到用时方很少 读少了 我们又需要去做 怎么办呢 这时候浓缩书应运而生 就是为了给那些 没怎么读书的人看的 可是当这个网站产生以后 变成一种恶陷循环 我既然可以在这里面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我可以轻松地搞到 我所要的东西 甚至刚才马老师和亚南 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高等的 就是说我读了浓缩书以后 我还会再去读原著 可是我相信 在实际生活当中 很多人用到这个浓缩书的时候 恐怕就用完以后 一二三四 我用到以后 我自己的例子讲一讲 就不会去接触原著 不会再去去援助了 刚才李老师谈到就是像亚南 当初你的父亲母亲 跟你那个读书的摘抄 那个好像不能叫做一种浓缩书 而更像是一种读书笔记 或者叫缩写版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 其实浓缩书也是会有分类的 有一些它就是说 取一些故事的梗概 有一些就是提取里面的精华部分 那可能有一些读书笔记 会就是会有类似的部分存在 所以我觉得读浓缩书也好 读原著也好 其实都是各有所处 而且您说就是读浓缩书 就一定是魅俗吗 我觉得魅俗的本质在于自我感动 可能有一些人的确是 只读了百分之一的精华 他觉得我已经吸收百分之百的 百分之百的知识 这一点是魅俗 但是有人只是提取那么一点点 他们知道我就读了那么一点点价值 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 而且还有人说就是读这个浓缩书 未必就一定要去读原著 因为实话是说第一 现在信息爆炸 出版也是爆炸 你不可能读过那些书的 太多了 没时间 没那个精力 另外说的实在点 有很多书根本就不值得 你去一本一本的 一页一页的去读 里面更多的都是充满了很多的水分 甚至就是垃圾 你知道它基本的一个 比方说核心的论点 或者是有一个某一方面 比较有价值的一个论据 足以 它的这个书对你来说 使命已经完成了 那这个浓缩书不是非常好的 替你做了这个工作吗 没错 筛选了一下 的确是在阅读 就是包括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也是存在着两种争议的 一种就是博览群书 不仅仅是我要精读 不仅要贩读 还要精读 甚至要寄读书笔记 甚至要展开各种各样评论 那还有一种观点 就认为呢 我的一生当中 就几种类别的书 我精精的读那么一本 就足够足够了 所以即使是在阅读界 都关于这个 哪怕是你读原著 都是存在着分歧的 所以你读浓缩书的话 就更存在着这种分歧 那我们想在 之所以在今天 讨论这个话题 我想说在社会上 我们到底需要营造的是 怎样的一种读书的氛围 应该说 你如果没有这个网站的存在 大多数的人 也会利用各种搜索引擎 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 那么既然我能够利用搜索引擎 找到的话 你再用建立这样的网站 无疑是一种助恶的行为 可能说的严重了一点 当然更多的人 是从那里面找到了 我所用的东西 可是你这种用的东西 一旦你形成一种依赖性以后 真的亚南 你说到的 说是我去读原著 我用到了这以后 真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更多的人 我相信 对一些书来说 就像刚才铁城老师讲到的 我用完以后 这本书就扔掉了 那我们倒退一步去想 我既然就扔掉了 不值得数 那我们干脆 我连标题 我也不要看好不好 我自己在工作当中积累 我去积累 我们铁城老师的名言警局 好不好 是的 应该说这种农苏书的网站 在线上已经存在了很多年 根据了解的是存在将近20年 而且产生地是在瑞士 那既然说存在了20年 显然是有它存在的一些理由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 号称全球最大专业浓缩知识宝库的 浓缩阅读在线浓缩知识文库 1999年诞生在瑞士 至今已经快要20年 网站支持7种语言 藏书百万 在网站的中文首页上 我们可以清晰直观地了解到 创办者的理念 8分钟摄取全书精华 更少时间 更多知识 更优注意力配置 浓缩知识 化繁为解 面对众多中国读者 对浓缩书的质疑 网站方面列举了 支持浓缩书的四大理由 一 浓缩书大大帮助人们 节省了时间 二 浓缩书是摘录作者 核心观点的一种呈现方式 三 浓缩书并不会 发言人们看原著 四 浓缩书帮助大家 跟上时代的步伐 编辑还举了一个例子 不久前 比特币区块链一度成为热词 让很多人感到一头雾水 但是如果你愿意花十分钟 读一读 虚拟世界的百万富翁的浓缩书 便会一目了然 这个是浓缩书这个网站 它列举了他们的一个四大理由 就是它存在是有它的理由的 那既然说所谓的浓缩书 就存在一个挤掉哪些部分的这个问题 会挤掉的一定都是垃圾和水分吗 会不会把一些有价值的精华 营养也都给挤掉了 其实为什么说的话一定是挤掉呢 其实我们知道浓缩书的话 给到我们的就是以前我们看书的话 也会先找一下读书简介 只不过这个读书简介的话 是作者来去写的 那我们看了简介之后的话 我们才知道整个这本书的话 大致要讲什么样的内容 我要不要再去读下去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浓缩书没有去挤掉 任何的这样子的东西 它只是相对来说的话 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来说 给我们去呈现一下的话 这本书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网站的话 它很好的是在于 它不单只有导读的这个部分 它还把这个相对来说 是所有的章节 甚至的话后面的一个应用 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条块的方式的话 去呈现出来 那它的内容的话 要远多于简介部分的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浓缩书的依赖 我更愿意看到的话 这是我们的一种进步 而且这是一个读书的革命 以前的话我们大家 我为什么说是革命呢 其实感觉的话读书 这个浓缩书去动了他们奶酪的人的话 都是觉得啊什么叫做读书 读书的话就是应该的话 一字一句翻页翻页 从最后甚至里面讲的每一句话 都要细细去揣摩它的意思 这样子才叫做读书 而我们知道现在快速的读书的话 有人的话真的是一天的话 可以读一本书 而且这本书摇摇三三几十万字 你想想他可能的话 每一字每一句都读嘛 一目十行的这种人的话 这是天才 在现实当中是很难发现的 那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已经大多数人 即便是拿着原著 而且是纸张的 但是他也已经没有那么细的来去读了 而这个浓缩书的话 恰恰是我们颠覆性的革命 而且这种革命的话 不单是以浓缩书的形式 因为现在的话 大江南北越来越多的这种读书会 其实是人读了这本书 然后给你提炼出来 五到十分钟的精华 你去用耳朵来去听 他讲这本书 OK我们也觉得很舒服 那所以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觉得浓缩书本身是一种 但是提到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读书会 或者是读书交流活动 我们但凡参加过的人也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读书的人一眼高一眼低 他的品位 他的理解能力 他的概括能力 他发现有价值东西的能力 都是各不相同的 如果是你的运气足够好 遇到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读书的人 哪怕是他通过这个读书交流会 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所谓的浓缩书吧 我们估计这么说 他比较靠谱 可能给你提供的更多的都是有营养的东西 但是如果是碰到一个不靠谱的一个人 很可能给你灌输的 或者是过滤出来的一个二手知识呢 都是没有什么价值 或者是价值含量比较低的 像那个亚南你的父母亲 当时应该是肯定都是比较读书在行的 你不担心如果是浓缩书会给你一些 非常垃圾的一些二手知识吗 其实不管是浓缩书也好 还是原著也好 都需要我们有鉴别的能力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鉴别能力 你哪怕读原著 你读的再多 你其实思维业讲话 你看不出好坏来 而浓缩书其实它有一个初步的排查 就是它告诉你一个基本的梗概 你花两分钟的时间 你就可以去辨别这本书到底是不是要读 而不是花大量的时间 把这本书已经读到一半了 你说这本书好像价值不高 是不是就可以节约我们的时间呢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浓缩的都是精华 我们今天读的是浓缩书 我们读的不是书评 或者是改编 或者是序 我们读的是这个书的这样子的一个精华 而且在这浓缩书当中的话 我们看到它基本上是提取原著当中的话 具有概括性的句子或者是观点 而且我们知道浓缩书上 现在目前的话 它各个分类当中以应用型的书是为主的 那应用学的书的话 就是有论点论句 那它只不过是的话 把论句这部分省略了 而把论点的话提炼出来 那我们看到这个论点 就知道和我们自己的家序观 现在情况也在逐渐的发生变化 比方说过去我们说浓缩的都是精华 可能更多的都是传统的经验 告诉我们说浓缩的往往都是精华 但是现在你看一些网站上 按理说标题都是应该是特别精练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浓缩的很多都是标题的 我们来看看互动平台上 有很多观众他们的看法 一位说浓缩书省去了看书的时间 很快就能够把书读完 简单值得阅读 还有一位说浓缩的不一定是精华 只剩下梗干 还有什么看头呢 还有一位说经典之所以是经典 增一分则多 简一分则少 除了情节 作者的每一处潜词造句都值得品味 读十步浓缩阉割版 不如好好地完整地读一部这个名著 这个和李老师的观点是一样的 还有一位说浓缩不一定能够全面反应 该说的全部的精髓和精华 就像是快餐也能吃 但是不一定有全面的营养 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自己的观点 有机会获得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那刚才提到就是是不是真正有营养 或者是会不会丧失营养的问题 李老师你觉得浓缩书有没有阅读的价值 应该这样讲 刚才亚南也讲到了 说我可以再节省时间 他帮我阅读 他帮我筛选 应该说网站应该会 我相信他会比较负责任的 找一个能够大众评审团当中 推出来的这么一个人物 就是能够选出来的 符合大众的口味 从这个角度上讲 浓缩书能帮你省了这个时间 可是我又想说 那么你就不去选那些淘汰的 我就是大众评审团当中的 一定会当当网当中 或者是亚马逊当中 一定会推出十大网 不也是可以选得出来吗 何必等到让他帮你选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所有的浓缩书 它一定是人为创作的 也可能是编作的 甚至于可能会 我们讲的时候 在文学界当中 有一个话叫做 一千个读者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即使是一篇立志性的文章 就是标题当中 一二三四 你讲刚才马老师讲到的时候 我就脑海当中 突然就想到 我上课的时候 比方说我在讲课的时候 我要一二三四 我会中间穿插着很多 那么学生呢 就真的记笔记 只记干货 一二三四 那我中间穿插那些呢 他就不记了 也不记了 就这样过去了 我觉得呢 我就经常会提醒他们 你不能只记一二三四 因为什么 这就是无形的当中呢 就是呢 你记住个梗 那么今后 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用到什么程度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还是一头污水 那这样的书呢 等于说只读到了一个皮毛 只读到了一个水分吧 那我想说 这对于营造一个全社会的 全民阅读的状况 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还是很担心 它会形成一种依赖性 一旦形成依赖性 他的生意会越做越大 然后呢 甚至有别的网站也来做 但并不是说所有人 更多的读书人 会像马老师一样 我用他的标题 然后用上 我自己生活中的例子 年轻人一旦也形成 这样的习惯的话 真的就是没办法 你把它救回来了 我觉得的话 首先的话 浓缩书的话 是汲取了20年的 这样的精华 又从国外传到国内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它本身的话 就是读者的选择 如果读者的话 没有去选择这个读书 浓缩书的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话 它不会流传到 我们现在的话 去变成火了 而是慢慢的话 就去消亡了 所以我觉得市场的话 已经足以证明的话 浓缩书它存在的 这样子的价值 这是不容置疑的 那另外一个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 一本书或者是 我们平时接触的 很多事情 骨头是最重要的 你风胸肥臀 你看的是在 只能养眼 你看来看去 最重要的 还是要是个女人 他要有女人 最起码的 这样子的器官 所以的话 在这里面 我觉得一本书的话 能够浓缩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精华 能够让我们 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不要背很多 晦涩的这样子的词句 让我们去放弃 读书的这样子的 一个乐趣 而去选择的话 更多的话 能够读到很多的 这样子快节奏的知识 能够为我所用 我觉得这没什么坏处 我觉得我们不妨 换个一个角度 看这个浓缩书 这个网站 很多人觉得说 它是一种读书的态度 我倒觉得 它可能是更多的是 一种读书的一种方法 就是给你一个 更多的选择 你并不一定说 每一本书 你都要势必 公亲去亲自读 那么有的人 把它作为一种职业 把它当作一种生意 去做 说我先替你筛选一下 这些书当中 比方说 它的主要论点是什么 主要论据是什么 主要的思维方式的 特点是什么 给你进行一些初选 那么给你进行选择 你觉得有价值 去细读 你再去细读 如果是没价值 就当作一个 开拓视野的一个 大概的选择就可以了 这个可能是 在市场的整体细分当中 他觉得说 我只瞄准那一部分 有这种需求的客户 那至于说 像李老师总觉得说 我应该去读 一些大部头的著作 我要亲自去研读的话 恐怕你就不是 他的目标客户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TV头马上回来 浓缩书悄然流行 网友反映 褒贬不一 浓缩书到底 有没有阅读价值 把书浓缩成干货版 挤掉的真的就是水分吗 在讲求快节奏 高效率的时代 如何看待这份文化快餐 TV头欢迎亮剑 浓缩书你愿意读吗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头 那么如何看待目前比较风靡的 所谓的浓缩书 这种现象究竟是折射出 怎样的一种社会现实 或者是市场当中的一种客观需求 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通过互动平台发送进来 有机会获得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那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说 浓缩书不是不可以有 但是呢 它适用的范围应该是有所限定 或者是有所取舍的 有一些书可以有浓缩书 比方说方法类的 或者是一些理工类的 或者是一些理工论文类的东西 那它可能适合这种浓缩书 有点类似于做这种书籍的介绍和索引 方便你检索 方便你获得更多的这种论点和论据 但是涉及到一些文学 艺术或者是诗歌 这种东西 好像就不太适合做浓缩书 这个有道理吗 是的 是的 刚才马老师讲到一个词 风乳肥腾 我就想笑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审美 如果这个审美观 你在一定的时代内 它是这样的 甚至于在现在的非洲 它也是这样的女人 是丑的 它觉得这样的女人 会吃很多粮食 那我们都讲到的说 文学也是如此 在不同的人的眼中 或者不同的眼光中 创作者当中 它也是产生不一样的效应的 教育界当中呢 我们经常讲的三种类型的教育 第一个就是结果型教育 就像男人去买鞋子 我要这种号码的 我要这种质地的 大约是这个价位的 我直奔商店买了就走 那我觉得浓缩书 在某种程度上 就像这个男人买鞋子 第二种教育形式呢 就是像那个体验式教育 就像女人去逛街 我可能买得到 我可能没买到 我开心也去逛一逛 我不开心也去逛一逛 它是在过程当中的一种体验 那这时候呢 你在浓缩书当中 这种就没办法体验 我们更强调的是什么 你去读 去读那些原著 在他的描写 在他的情节当中 去深入地去跟读者 跟作者去产生共鸣 那李老师的意思就是 男人还是读读浓缩书就罢了 女人看看这个原著 更高等的是第三种教育 创造型教育 就是孩子 刚才那个问题 像那个亚南他父母母亲 当初给他做这个浓缩的 这种读书笔记 好像证明文学作品 也可以读浓缩版本了 而且你看亚南这方面的 这个修养啊 这个发展不是没有受到影响吗 很好啊 是啊 其实他们做文学笔记 根本不是为了我 就是为了他们自己 我就是偷偷 这就是一种体验性教育 但是你读完以后 感觉受益很好啊 而且没有把你引到 这个邪路上去 没有影响到你这种 艺术的鉴赏啊 审美的这种趣味 对 所以我觉得 没有必要谈浓缩书色变 其实只是换了一种 阅读方式而已 而且我觉得 我可以接受别人 带着功利性的目的 去读浓缩书 因为其实阅读 大家是有各种各样的目的的 有人读书是为了获得谈资 有人读书是为了花药 甚至有人读书是为了应付考试 我觉得他们带着 那样一个功利性去读书 但是其中至少 他们还是获得了 稍微的这样一个 阅读的享受的过程 读读 那个浓缩书也无凡 就是哪怕是比较功利的 阅读的目的 也都是无可厚非的 是啊 读书本来就是 你读书的目的 最终是为了什么 你还不是融化为 你自身的构造当中去 你要么成为谈吐的优雅 你要么呢 就是能够在你的工作岗位上 利用你所学 去能够施展出你的才华 那我们的浓缩书当中 你如果只读浓缩书 肯定是不行的 两位已经是把浓缩书 今后的发展 已经用到最棒的时候了 那你如果这个平台 喜欢的 我们的最终是为了 我们的大概是 我们的最终是为了 不过 我们的一条 就好了 我们的最终是为了